这味药堪称灭火器 这样用上清心肺火 中清胃火 下清肝肾火 有这样一味药堪称灭火器 可以倾泻三胶的火 它就是质子 如果你经常容易上火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今天我就来讲讲质子的几种用法 首先质子搭配香翅 清新火 如果你舌头伸出来后 舌前段舌尖的地方明显发红 平时还会出现明显的心情烦躁 晚上睡觉睡不着 失眠 以及胸闷 小便颜色黄 嘴里容易长口腔溃疡等情况 这种多属于新火 那就可以参考这搭配清热除烦 调理新火引起的失眠 其次质子搭配菊花 石绝鸣 清肝鸣目 如果你舌头伸出来之后 舌两边明显故障发红 然后平时经常脾气比较急躁 稍微一点小事就生气 伴随着胸闷 腹胀 身体两侧胀闷 以及经常眼睛干涩 眼睛红肿发痒 红血丝分泌物变多的 可以考虑是肝火比较旺 肝火熏绕眼窍引起的 这就可以参考这个搭配 清肝明目 最后如果你舌头伸出来之后 颜色红 舌胎发黄 舌中间还存在裂纹 平时经常出现一些胃力灼热 疼痛 反酸 胃力嘈杂难受 喜欢喝凉水 吃得多 饿得快 以及牙银肿痛 口干口臭 大面干结等情况 多考虑是胃火旺引起的 这时也可以用质子泡水喝来调理 总之质子对清泻三胶食火有不错的效果 但如果说你属于虚火或者是上热下寒 引起的上火 那就不适合了 所以建议大家结合自身舌相 考虑清楚自己的情况后对症下药 千万不要乱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